我们眼前看见的这顶帽子 堪称明代金银工艺的巅峰之作 同时也是中国永久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之一 它就是金丝易善官 于1958年出土于万历皇帝的定龄 也是中国考古发现以来 唯一一件保存最完整的皇帝金冠 整体都是由黄金打造而成 通体高约24厘米 直径为17.5厘米 由518根 直径仅为0.2毫米系的金丝编织而成 光是金丝就走了8000多圈 而且还是无街头无断丝 且空挡花纹均匀 总重量达826克 而且帽子两侧各有一条金龙浮雕 在两龙头之间还编织着一颗火焰宝珠 完全构造出了二龙系珠的景象 栩栩如生 就连上面的龙铃都清晰可见 光龙铃就有8400多片 且每一片都是用金丝凝成在焊接上去的 而且在焊接的过程中 不允许有任何焊接痕迹的出现 如果有一处焊接点出现了失误 就要融掉重来 工艺极其复杂 所以工匠们在焊接时 需要把火猴掌控到极致 才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工艺制品 所以金丝翼上官的珍贵之处 就在于其本身的编织 和拔丝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艺 同时也展现出了古代工匠的卓越精神 而且这顶金丝翼上官 还是我国迄今为止 现存的唯一一顶帝王金冠 堪称国宝级文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